区块链 作为老总 其实头上是有很多光环的 但是你要是自己创业 第一件事情就是卸掉所有的光环 重新做起来自己 技术范儿才是我的本色 之前当过学者 当过官员 当过技术机构的高管 但是都有一些偶生的成分 现在这样一个生活方式 最符合我本色的 白硕 1990年毕业于北京大学 过理学博士 曾任中科院计算所副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软件事主任 软件方向首席科学家 2000年参与组建国家计算机应急技术协调中心 2002年起 任上海证券交易所总工程师 现为万象区块链股份公司战略顾问 中国分博士总账基础协议联盟 技术委员会主任 博士生导师 白硕博士一直关注信息技术在金融领域应用的最新发展 在推动金融科技 特别是区块链技术和人工智能技术 在金融领域的应用方面走在行业的前列 好 欢迎来到我们巴比财经之区块链100人 在今天请到了白硕白总 很多人他想起这个区块链 他会把比特币区块链SO 他就结合在一起了 这个概念有点混淆 区块链是一种技术 它是提供信任服务的一个基础设施 可以这么看 那么这个基础设施可以不借助第三方 不借助权威 不借助你之前人与人之间的信任 这些都可以假定到没有的情况下 你还能把信任通过技术的方式构建起来 那这是一个基本的说是要提供这样一种技术 那么这个技术本身是一个中性的 就是大家都可以用 这个比特币是区块链的一种应用 当然也是最早的一个应用 比较典型 也是比较成功的一个应用 这个不得不说大成功 最初叫创意 都是很了不起的 但是它也是被用来去做了 见不得光的一些交易 这是别人怎么去用它的问题 也跟它自身 就是你同样的技术构造出另外一种币 可能它不一定是比特币加上一种用法 那比如说这个以太坊 它有了一个进展 就是它还可以在上面去构造应用 那么构造应用的 那么这里边就出现了一个它自己的一个很好的一个自我循环的一个闭环 就是说它一方面可以挖币 一方面的挖出来的币又可以去在这个里边去买这个应用的使用权 然后它自己就形成了一个闭环的这么一个经济体 这个经济体是有意义的 它的很多的应用其实是直接是可以对接实体经济 直接可以对接人的这个日常的生活 然后和一些社会社交等等的很多的很多的事情 再说就是这个ICU 那么ICU它是说到ICU就要说到这个刚才说这个生态里边的这么一种现象 这个其实它们长起来是很艰难的 为什么艰难 就是说它提供的服务是信任 而信任呢 在没有其他这个可以信任的情况下 没有抓手的情况下 我信任的是数学是这里边的算法 这就给就是说你不能拿一个黑盒子说我这里边提供信任 那别人凭什么相信你 那你再做什么黑盒的测试 那这个测试终归是有很多的局限的 就是所谓的ICU里边呢采取了一种的发放代币 然后又去去让大家预期这个代币将来会升值 然后这个代币呢又把它放到一个所谓的二级市场上去进行这个公开的定价 净价买卖 这就就就就有了很大的问题 它是一个没有太多门槛 甚至可以说是基本没有门槛 不像我们IPO 如果如果说这有一个ICU也想跟IPO做一下这个这个类比的话 那其实我们一看就是IPO这多麻烦呀 审核啊什么 就不说ICU不说IPO了 就说这个我们VC投资的时候那也要有各种尽调啊 对有各种各样的这个这个这个去去去去方法去了解你 但是在这个ICU在在我们这个最疯狂的这个时候呢 它不是这个样子 那结果就是说几张 几张纸一张纸啊 也没有像样的这个环比书没有像样的有些就是技术概念的一个堆砌 甚至说虎人我们叫技术门罕药 这个传销的是非法集资的这件事情全出来了 区块链和比特币不是一回事 比特币和ICU又不是一回事 到了ICU我们又说它的初衷和它最后的效果又不是一回事 所以这里面我们需要就理清这样的 好好的理解一下这些形象概念 我们要正确的区分这个区块链里面的币圈和链圈 首先这个二分法 我是这样来界定的 说这个币圈呢是它是三个一体的 自己不仅有这个区域货币 还有有社区还有平台 然后这个链圈的话呢 它只有一样就是平台 链圈它只是一个技术 它可以引进来为我们的主战场 我们金融的主战场还是实际经济的主战场 为我所用这是没有问题的 而且是另外鼓励在这里的一个创新 那么对于币圈也要再做一个两分法 这个什么两分法呢 一个就是币圈自身的应用 一个是币圈和资本市场的一个叠加 本身自成循环构成一个经济体 像我们看到的以太坊这样的一个生态 这样的生态是有意义的 我觉得应该适当的保留一潭活水 就是说让它在这里面 一个是把它的风险 如果有风险的话提前暴露出来 如果是有这个技术上不成熟的地方 磨合 然后呢 如果有创新的也希望从这个地方冒出来 在这个地方就是给它保留一 就是不打死 保留一潭活水 但是对于把这个币圈的事 把这个虚拟货币跟资本市场进行叠加的这种巨角业观 你下次清晰了 这个三分法就比较清晰了 链圈是怎么样 币圈当中的存应用怎么样 币圈当中跟资本市场叠加的怎么样 因为我在看现在很多技术都在跟 想要跟区块链来做结合 比如说说AI啊等等等等 那您觉得就是未来它的发展 可能应用的场景或发展的趋势会有哪些 凡是涉及到新人的 都可以用到 都是可以用到的 而且是就是有它跟没它是可以很不一样的 为什么这个人物词当最近活起来 就是因为这个大数据给了他 这个去从中学习这个智慧 学习一些可以用于这个时间当中的一些知识 那你不给他数据他什么也不是 但是给他数据的前提 第一就是你要有数据 而数据呢 可能大家自己都有一个小圈子 谁可能都不会愿意把自己的数据给别人分享 给别人分享 所以在数据这个不能完全分享 不能无条件交出去的情况下 怎么实现业爱 这个其实就是一个挑战 但是区块链对这件事情是肯定有所帮助的 我有关注你的朋友圈 然后我发现每天分享的大部分是这个领域的 那您当初最早的时候是怎么来接触到这个区块链呢 这个也很有意思啊 因为我个人就是对这个前沿的技术一直保持比较敏感 我就决定了我对这个事情会比较早的去敏感关注 然后呢正好呢 这个上交所呢也是一个就是危机意识非常强的这么一个学习型的组织 那么在那个时候呢除了就做好自己眼下手头的这些事情之外呢 也在关注什么会对我们的资本市场这个构成潜在的冲击 包括野心技术 这样一个形式就切入了那个时候可能还是一二年 每个人他其实对区块链都有自己不同的这样一个理解 谈谈您所理解的区块链 区块链呢如果说很好地解决了互联互通互认 因为他是他是信任嘛就是你这个不同的 不同的圈子里边你这个圈子里边认的结果 另一个圈子能不能认这本身是有疑问的 所以要互认对除了互联互通以外还要多加一个叫互认 这个是很重要的就在现在这样一个阶段 区块链有什么商业的创业机会吗 这个创业机会呢说实话呢 现在他创业不是一个就不是泼冷水呀 他真的真的不是一个很好的创业的这个领域 这个原因呢跟刚才我说的这个是 也就是这个这个他们这个这个元代码开放性是一致的 就是说他们没有一个很好的技术壁了你去保护自己 还有从另外一个阶段看就是后续的运行 因为区块链这个它这个技术也是号称是无人运运呀 就是等于说你这个链一旦做出来还用起来了 那么就是然后做链的人都死光了 那么这个还可以一直运行下去 也不是说因为艰难大家都没有这个就就就没有积极兴趣做了 还是有很多人去投身这个领域去 比如说像你 我这个创业还是那个什么来源因为我就做咨询六个字来概括他们这个处境 一个叫不挑食 一个叫抱粗腿 不挑食的意思呢就是说 得着什么活干什么活 哪有的区块链可以见我就见 那个有的有的区块链的创业企业他们学习精神非常的强 可能几个星期之前对这个领域一无所知 几个星期之后就感谢这个领域的这个区块链的项目 抱粗腿的意思呢就是说要找这种大肌肉 希望以后我们可以多多的来交流和分享 好再一次感谢陈老师 谢谢